我想是目前上班用到最多的 如果有關資料編輯部分 用的一定是數一數二的 我想應該目前沒有其他軟體 超過它的早期可能是Word 不過現在Word好像用的越來越少 反而是Essail用的越來越多 另外第二個Photoshop 也是目前用的最多 所以這兩個軟體 可能最好在畢業之前吧 這基本技能我想要累積 要裡面能夠學到哪一些東西 大概不外乎就是第1類跟第2類 所以我們 我覺得第1類跟第2類是算最基本的 所以這兩類的東西請勿必要把它學會 那今天206 那這一題就是第2類 裡面的 裡面所謂的合併會算 那什麼叫合併會算 實際上呢 他要我們做到的就是 第一個 先幫第1季到第4季 裡面 這個地方 要做一些事情 怎麼樣呢 無條件捨去 千分位部分 第二個的話 平均 合計算標準差 標準差部分的話 裡面有那個函數了 你只要知道 那個函數 就可以算出來 那把這4季的東西 全部一次 合併到哪裡呢 第4個 這個工作表 也就是說 那用什麼方式 可以把1到4季呢 全部都 放過來 當然這個地方不是要你 Ctrl C C Ctrl V 貼上 而是在那個 我們的 Esser 裡面有一個功能 它叫合併會算 可以幫我們很快的把 需要的功能 把它放過來 裡面的話 請各位等一下 先把這個題目 檔先打開來 那做完大概 長得像這樣 就是 年度 有沒有 年度報表 各位可以看到 1到 12月 這邊通通出現 裡面的話 合併會算 會自動幫我做加總 然後 題目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邊的話是 這個 206 所以206題的話 你把它往下卷動 大概就這一題了 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 幾個題 1到4 總共會有1到4 做完的話 類似長得像這樣子 裡面哪些重點呢 第1季到第4季的工作表 有4個 它的位置都一樣 它要做什麼呢 把4張工作表的數值部分 其實 均取到千位 什麼叫取到千位 它本來是這樣子 各 10 百 千 萬 10萬 81 萬 5千多 對不對 那最後把那個 千以後的 全部改成 000 也就是說呢 把後面的三個數字 把它改為 就是 捨棄掉就對了 那這邊它有一個提示 請你利用 Round Down 這個函數 OK Round Down的話 意思就是 無條件捨去 那個你要捨棄的 那個位數 的值 OK 然後呢 計算 每個月的那個總計 用Sum 去做加總 然後做平均 合計 標準差 做完之後 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四捨無路 用Round的函數 最後的話呢 再把全部的東西 通通都合併在 這個最後的這個 報表裡面 OK 那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想各位先把題目 先稍微看一下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繼續來看 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完成 接下來 第一個 這裡面要我們做什麼 就剛剛第一個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做出來 然後再把底下的地方做加總 首先的話呢 我們把那個 這個 題目先打開來 那這邊的話呢 第一個就是先 把這些東西全部 先分貴的部分把它拿掉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在旁邊的地方做一下 旁邊 假設H欄 H2 裡面插入函數 做什麼 那個Round部分的話 它是放在那個 數學三角函數 往下找 數學三角 或者你全部裡面的 打個R也可以 英文字母是R 所以R開頭 它會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然後往下找 會有一個叫Round Round RO 或者你快一點打 RO也可以 RO它會跳到 Round 就出來 有沒有 那Round 部分的話 其實怎麼做 按確定 它會給你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按確定 第一個就是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數字在哪裡 我的數字在這裡 B2 第二個的話 Lumber digit 這個意思是說 你要取到小數點 如果是0的話 取到小數點 剛好是整數 取得如果是1的話 是小數點的第1位 2的話呢 是小數點的第2位 那剛好我們顛倒 所以是 負的 如果是 個位數就是負1 10位數就是負2 那所以這一題的話 我們應該說多少 負多少 負3 負3 OK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負3之後呢 如果說你確定 你如果不確定結果的話 你可以看到 負3 有沒有 如果看到結果 在這邊 它有預覽 你看一下 沒問題 按確定一下 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它向下 向下 為什麼要向下 因為 我要把其他的也做出來 向右 那總共會有三欄 那做完之後 因為這邊是欄寬不足了 你可以把這個欄寬 拉寬一點點 好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把這個詞 貼回去就可以了 那怎麼貼回去 你可以 把它Ctrl C 然後呢 記得 你不能Ctrl V 直接貼上 因為你貼上會怎麼樣 它會出現什麼 REF 這個驚嘆號 表示說什麼 因為你參考的東西不見了 所以怎麼辦呢 Ctrl 字一下 記得 複製之後的話 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再一個選擇性貼上 那選擇性貼上 裡面有很多 你要貼上什麼 如果是全部 因為剛剛是公式嘛 那你公式貼到這邊 會產生錯誤 貼上它的值就可以了 所以記得 把這個值給貼上 好 貼上之後按一個確定 你會發現 貼過來了 有沒有 不會產生錯誤 那舊的是要怎麼辦呢 把它刪掉 因為它只是過度性 它只是要什麼 我們需要把那個 千封位的部分拿掉 但是 如果你要 直接做 恐怕會有問題 所以我先把它在旁邊用Rundown 做完之後 貼回去只有值 好 那可是問題來了 那如果第2季 第3季第4季 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那其實比較聰明的做法 把第1季 按SHIP鍵 再點第4季 其實你只要做一次就好了 所以剛剛的動作的話 你可以先選取 做完 一貼 其實做一次 你就可以全部都做完了 OK 這地方的話第1個是Rundown 那做完之後第2個 先把那個 先做完 然後一樣 記得插入裡面 然後選擇那個 你可以全部好了 然後打個RO 快速打 那記得是要先切到英文模式 RO 然後往下 Rundown 按確定 先找到這個數字 要-3 就是把千以下的 先把它移除 然後向下 向右 好 然後把它Ctrl C 移到這邊來 記得是選擇 按右鍵 不是直接貼上 選擇性貼上 只有什麼 只有值 好 或者還有個方法 如果你直接貼上 比如說你一般習慣是Ctrl V 對不對 但是會錯誤嘛 那你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用那個 就貼上之後 假如說你剛剛用貼上的話 它會有一個叫 智慧標籤的東西 這個所謂智慧標籤是什麼 就是說呢 在它的那個 這邊的話 它會有一個那個 貼上之後的有一個 有個標籤出現 讓你可以 讓你可以 就是 我這邊坎出力 它可以讓你 去選說你要貼上什麼東西 那 這邊 貼上之後 它居然沒辦法復原 是不是 好 那這部分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其他部分的話呢 就是 合計就把上面的部分先把它加起來 然後再平均 合計 一樣在合計 標準差 那這部分的公式 需求 我想在 這上面都有 這邊有一個 平均 上 如果標準差是這個 叫做 stdev.s 外面在用run的函數 把它取到小數點的 45度到整數 OK 先到這裡好了 我想畫面先換給各位看 特別是多選之後 就不能用 智慧標籤 但是單選 取消 比如我單選的話 單選的話可以 在這邊你可以 比如說最近用過run down 然後 這個選好 負三對不對 那 做完之後 當然向下 因為這邊的這一欄 然後右向右 然後可以把它拉寬一點點 好這邊拉寬一點 他就數字 出來 然後把這個選取 Ctrl C Ctrl V 貼上 你有沒有發現 他的那個右下角會有一個叫 智慧標籤 那你就選擇123這個 123就是直 這個就OK 可是問題 用這個方法 只能用單一個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等一下 剛剛是 四個一起選了 那這個就跳不出來 而且貼上之後也沒辦法復原 所以剛剛為什麼不能復原 你如果用一個的話是OK的 那再把這邊刪掉 好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四個一起的話 四個一起 你必須要怎麼樣 做完之後 做完之後 然後 然後 只能用 記得 Ctrl C 這邊按右鍵 選擇性貼上 再一個選擇性貼上 兩個 然後這邊有個值 這樣子還可以 他會 那記得優標就放這邊 他會自動幫你延伸出去 OK 好那四個就全部做完了 再把這個範圍資料 刪掉 好 再來做加總 把上面做加總 那怎麼加總最快 上面有一個那個自動加總 按下去 他會自動幫你抓到範圍 打勾 那一樣的方法向右填滿 這樣他就自動幫你 把上面的範圍 通通做完了 再來做平均 平均的話呢 在上面也有一個 有沒有自動加總 旁邊有個小箭頭 平均值 有沒有 然後是不是前面這個對 沒錯 把它打勾 向下填滿一下 OK 好 那這個部分就平均完 那再來的話 做完之後 看一下 他底下好像也要個別的做加總 所以這邊的話當然先把它平均 還不要急著加總 那我們這邊 合氣部分的話 一樣 做什麼呢 做 這邊有一個自動加總 但是他選的時候 連那個平均也加總 不對 是一二三月 所以記得 重選一下 按打勾 不要把那個平均也給加進來 再來標準差 標準差題目裡面 他有要我們做那個什麼 要那個 用這個叫 STDEV的這個 點S這個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直接 優標放這裡 插入函數 找到那個全部裡面好了 你就打ST 往下找 STDEV有沒有 再往下找 S 這一個 它裡面可以做什麼 根據樣本 的標準差 估計值 不過這什麼叫標準差 因為不是我們要討論的範圍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了解一下統計學的部分 不過這不是我們要討論 統計的範圍 是這三個月的 標準差 所以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三個月 選起來按確定 好 然後呢 往下填滿 完成 最後呢 在到底下 把它加總 打勾一下 這邊底下 全部都是加總 我把它加總 個別的加總 或者你乾脆做一個 像這個拖拉過來 也可以啦 最後做完之後 一 二 三 四季喔 全部都一起做 因為我剛剛有按 Ship的鍵 把第一季到第四季全部選 那這個時候你切到 其他季喔 這個時候還沒有取消選取喔 你要必須點這四季以外的工作表 比如說年度報表 點一下 這時候就取消了 OK好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有 一到四季的 報表 就出來 可是問題喔 題目要我們怎麼樣 把它這四季 合併在這個報表裡面 該怎麼做 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 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 這個地方 千分位不要 合計 平均 平均之後再合計 合計之後再合計 那標準差 標準差好像最後 他有要我們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再用run的函數 取到整數 所以記得 還要再多做一件事 把這個取到小數點 所以這四個 再一起選取 把這個公式 減下來 再來 再插入一下函數 我們要做什麼 打一個 RO 這邊打一個 RO 再取到小數點 run 然後呢 把剛剛公式貼上 取到整數的話 就是0 OK按確定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取到整數 然後向下填滿一下 好 所以最後那個標準差 稍微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 把公式減下來之後 再貼到那個 run的函數裡面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我們的 第一個階段 畫面黃 給我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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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